浙江一载三人电动车逆行 与对面宝马轿车相撞 车毁人伤还全责 2022年5月10号0点15分区 浙江温州永家 姚某骑行电动车在乌牛街道 环山路逆行驶入环岛 与正常行驶的宝马轿车发生猛烈碰撞 事故造成电瓶车上多人受伤 及两车受损 经过医院的初步检查 伤者无大碍已经出院 本次事故由电瓶车驾驶员姚某 逆向行驶造成 姚某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浇江提醒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